1月31号零时至24时 深圳新增确诊病例60例 累计报告170例确诊病例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的二级工厂正在加快建设 短时间内将新增1000张床位 为深圳疫情变化做后备补充 中文字幕提供 昨天傍晚随着最后一名确诊患者出院 深圳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终于清零 而在此之前在院的无症状感染者都清零 中文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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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提供